好 粉丝报 帮忙接下来帮我们按赞议员 来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桃园的选情好不好 现在三打一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目前呢 每一天几乎都被打很凶的张善政 一直被爆料 但是这些爆料到底有没有道理呢 好 首先呢 这个周刊爆料说 他在07年到09年 主持农委会这个研究报告说 有复制了NCC的文章 好 我们接下来继续看下去 张善政已经再一次的重申了 这个计划的性质呢 就是整理国内外的资讯 然后呢 在著作权法里面呢 也是合理的使用 而且他还提出了一个重点 这个计划呢 为期三年 前两年是在陈水扁任内 如果当时候觉得有问题的话 农委会主委是谁呢 苏家全 他批评农委会着势金飞 选举因为他出来选 就整个把他这个 有点像是这个棋底 以前做过什么事 全部拿出来重新来评论 那如果说觉得当年不应该验收这个案子的话 那是不是应该要先检讨自己呢 那另外呢 有一份这个民调也指出 对于郑文灿呢 表示说 郑运鹏的选情很稳定 就算三打一 郑运鹏也会赢62%的民众认为 是垫底的耶 认为郑运鹏是会垫底的哦 这份民调是来自YouTube频道的桃源孙先生的民调 这个统计是到9月5号的晚上为止 那另外呢 觉得第一其实只有 这多少 百分之5而已耶 那面对这个选情呢 其实郑保卿今天也有接受访问 他认为说他的民调不可能只有8%不到哦 他有自信呢 他说客家背景带来优势 他还有信心 他得票率可以达到20% 然后呢 他同时啊 跟他去上这个节目的主持人黄光琴 还说呢 他要赌牛排 因为呢 他大爆料说 幻间风波之后 到底有没有做过民调才推谁出来选呢 他说郑文灿那时候就带着林志坚 郑运鹏去找蔡英文 整个到底林志坚下谁要上这件事情 讨论不到两个小时 结果呢 就是郑运鹏 因此呢 郑保卿也大爆料 他说 依照这样的情况来看 你觉得有可能有时间做民调吗 那对于张善政投入选战以来 不断地被抹黑 我们来听听最新回应 那个农委会在调查这个研究计划 那你会不会觉得有下来的农委会去做调查 会有点不中立 我想等他调查结果出来再说 我对于调查 我对于这个报告的内容有十足信心 我一直强调说我做这个计划 一直是非常光明磊落的 那议员要求你持续同期的读董 你肯定有可能 读董跟选举是两回事 我想不必扯在一起 另外有媒体报导说 读董的那个薪资几序是 比百万到一千万 你愿意能够说明一下吗 这个是公开资讯 没有什么好说明的吧 宏记是一个上市的公司 什么资讯都是公开透明的 好 选举的时候真的是 很多以前做过的事情 光明磊落的话 真相只有一个 值得拿出来受考验 受检验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每天也是一直被问到很多事情 郑宝钦因为他也要出来选 他接受了黄光琴的专访 他说他会脱党要出来选 是因为他想把民主价值留下来 同时他还批评说 民进党现在已经失去核心价值了 没有所谓的清廉情政爱乡土 蔡英文的权力已经被架空 已经不知道怎么处理 民进党已经丧失了他的核心价值 清廉情政爱乡土 我请问大家 你认为现在去外面讲说 真的还维持清廉吗 真的还情政爱乡土吗 爱乡土就是什么 我说哪一个党都要做到爱乡土 爱乡土就是爱这块土地 爱人民 爱我们的子孙 爱我们的台湾 干脆之前就翻盘了 不要跟民进党 就是现在的作为提早发作了 这是两回事 我现在讲清楚 因为那时候我们都一直认为 我们都深信民党 还有核心价值 一定会追求民主自由 那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失望 后来这两件事情发生后 我就发现说 这个哪里有民主自由 不是只有民进党 国民党也一样啊 国民党跟民党都在吞打头红囊嘛 就是要选举的时候 派人家签户宝嘛 就是借厕所 借完厕所就走 一直落到你自己身上的时候 你就有切身感受了 切身感受 先前你还是很忠诚的 对 我还认为说 党会回到原来 尊重人民的这个民主 民主法事 我一直相信 后来发现到不是这样嘛 所以李宣言为什么不早一点发烂 我们就认为党不会离开这个价值嘛 这是我们深信的嘛 所以我就想说 已经到这样了 我应该把这个民主的火种留下来 把民主的香火留下来 所以我就认为说 我要再次出发嘛 你是创党这样走过来的 你观察蔡英文主席 你以前对她观感绝对不会是像现在 刚刚一有所指也是 没错的话 就是骂蔡英文主席 被主啊 这个被主很重啊 蔡英文把所有的潜力 已经被整个旁边的小人架空了 他已经不知道怎么去处理 这个这么重要的事情 我告诉你 方法策略都可以改变 但是核心价值不能改变 如果改变了核心价值 我告诉你 你就不是你 水神的成分是什么呢 再跟大家介绍 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 所以它比较温和 一定要有的人 对酒精比较过敏的人 他可能没有办法说一直喷酒精 但是用水神来消毒双手的话 很安全 那怎么买呢 欢迎大家上我们的快点购网站 就可以买到